2024草岭石碧樱花季将在2月10号至3月10号来登场 今年特别主打樱花季特色游城、山村市集 以及和洋服饰体验等三大亮点 让大家在赏花的同时 也能穿着漂亮的衣裳吃着醉在地的农特产 幸福热邀全国民众一起来欣赏季节的美景 漂亮的樱花让人忍不住拍照纪念 2024年云林草岭石碧樱花季在2月10号到3月10号登场 而今年樱花季有三大亮点 分别是特色游城、山村市集、和洋服饰体验等 让大家赏花的同时也可以穿着漂亮的衣裳 吃着醉在地的农特产品 我们有这个山村市集 就是捷入我们的草岭石碧的这些小农 还有我们的这些就是餐饮 以及我们所有的在地的这些物产 希望提供6个整个樱花季的景点 从最高的这个云林之秋疗域基地 一直到我们这个九雄神庙跟停车场这边 让大家走到每一个景点都可以去采买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安排了就是结合我们在东河的这一个派出所 现在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地方活化的一个场景 那也让大家有一种一秒到京都到国外的感觉 所以这个现在很流行的和洋浙中的这一个服装造型 也提供大家可以在上山之前来体验一下 然后到山上在樱花树下可以来拍拍美照 目前草岭青山坪咖啡农场花旗较早 已经陆续有樱花在盛开 而石碧九雄神木和美人谷大约会在2月10号后盛开 草岭石碧的樱花开应该目前已经形成谷坪香最重要的一个季节 那我们会跟现在我们好好的合作 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樱花开迎冰来 那我们在2月10号到3月10号 欢迎大家到我们九雄神木还有我们的美人谷来欣赏樱花 那现在呢在盛开的就是我们青山坪 那樱花已经提早盛开了 那我们从1月到3月呢 陆陆续续有不同的这个樱花盛开 那我期待我们全国的乡亲都能够来到我们云林县谷坑香 来到我们草岭这个地方 来石碧这个地方来欣赏樱花 另外除了自己开车上山看花 这一次谷坑香公所也在樱花季期间 规划4个接驳路线 上山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3点 下山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发车班距以15分钟为原则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也会有4条的这个接驳路线 那一次呢只要50块 让大家可以非常轻松 不要浪费很多时间甚至做环保 就来到整个我们美人谷九雄神庙 还有青山坪所有的这个樱花的一个场景 过年走春欢迎全国乡亲来到草岭石碧 一起来欣赏美丽的樱花 记者丁沛原理线采访报道